神说,强大的雅树如同一棵参天大树 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 所栽之地由江河为流 岔出的水稻,岩稻,田野诸树 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 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 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 所以飞鸟在这里筑巢 走兽在这里蚕子 很多人,很多国家在棵树的树荫下居住 雅树这棵大树,复栗堂皇到一个地步 甚至超越了伊甸园里的树 当然,也因为自己超越一切 雅树自然也是傲视寻寻,心高气傲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它高大,树间插入云中 心交气傲 我就必将它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 他必定伴他 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 雅树的荣华并不能保护他免于 耶和华的审判 所以透过神对于雅树的审判 我们可以看到,荣华富贵确实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知道 是谁可以为我们提供物质上的财富 是谁可以真的保护我们 而又是谁提供给我们家园 不是金银,不是强权,不是列国 而是神 是那位创造一切 也拥有一切 并且掌管一切的神 愿神的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不敬拜金银 不敬拜人 而单单敬拜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